在你们的年夜饭桌上有哪一些菜是必不可少的 主要的我们温州在过年的时候呢 必须做的就是说是蟹炒年糕 就是预计什么东西呢 顺顺利利年年糕 然后在义乌本地呢 它有一道菜也是就是说过年的时候必须要上的 义乌的白颜色的圆馒头 用那个红颜色点了一个符字 馒头你我上桌之前我必须得增压 那是不是要蒸蒸日上了 馒头是圆的 那就是团团圆圆 所以说这两个菜是我在义乌生活这么多年 就是必须得弄的这两个菜 嗯 汉林呢 我们绍兴每年年夜饭的时候都有一道叫八宝菜 是必吃的 寓意是就是明年能吉祥如意 然后八大菜 陈大哥呢 我们那边有一道不是菜 也是糕点 是用糯米粉 扇米粉和红糖 芝麻 拌起来 放在蒸笼里面蒸 刷一层红粉 蒸好之后呢 等凉了 那么可以切出来一片一片的 因为过年嘛 有糕就是步步高升 年年糕 上面有点红的 红红火火 嗯 郁剑家里呢 呃 我家就比如说鱼吧 但是它得保持完整的一条 嗯 然后你还不能翻它 啊 不能翻 不能翻你还不能吃完 你得留到第二天就过完你 你有鱼 哈哈哈哈 这样子的话你就就完了 哈哈 有头有尾啊 对对对 嗯 郁剑是从哪一年开始加入志愿者的大军队伍的 一三年东站成立嘛 然后正式开始春运服务嘛 然后我就从东站开始参加那个春运服务 刚开始的时候这工作容易上手吗 有点累 东站太大了 跑得有点吃不消 自己都有点认不清楚方向是不是 对对对 所以要自己要先去熟悉 你关熟悉还没用 你还得去了解东站所有的业务 因为旅客会把你就是当工作人员一样的问询的 所以你得知道工作人员所有的知识 不能让旅客把你给问到了 对对对 我也不能误导旅客 哈哈哈哈 那对于您来说 这么多年做这个志愿者的服务工作 有回家过年吗 在年三十的时候 我记得有一次就是参加的比较晚 然后就是刚好年三十回去的时候 我以为赶不上营业范兰 我没想到一到家 说家人都在等我吃 然后我觉得家人的支持其实很重要 因为其实对于志愿者来说 就是一份不求回报的工作 是是是 陈大哥呢 现在铁路上有了这个外卖的配送 会不会比您之前的工作的量要更大 要大的 平均的话一天大概要送50趟车 50趟车 50趟 一个车上一个旅客点了一份餐 那我们也要把它送上去的 而且这个还不是说像 普通我们在城市里的外卖小哥一样 他们是我来了我就必须得去把这个事给做了 肯定要在很准时的时间内送上车 相差一秒钟都不行 那您吃饭的时候是不是就没点了 没点的我们只能是说什么时候空一点的抽个十分钟 微波炉热一下 花花吃两口 那么后面如果说又有车要送了 马上就要上去了 那像您四位 基本上在过年的时候能回家吗 春节春运的时候是我们最忙的时候 作为一些服务者越是节假日我们越累越忙 但是我们是为了旅客平平安安回家 那么我们的饭我们的饮料水送到车上 也能给他们解除一点旅客的疲劳 这个保障 您就是为了旅客吃热热饭 所以您就吃不上热热饭 对 哈林呢 今年会回去吗 也不一定吧 因为大家可能都呼吁是留在本地过年 尤其是对于您这个工作来说 您得保障千家万户的用电的安全 对